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什么是蓝月呢 它可不是蓝色的月亮 它指的是同一个月出现两次的满月 一般上每隔32个月才会出现一次 而这个是血月 也就是月亮地球和太阳排成一线 也就是所谓的月全时 而这个时候太阳被中间的地球给挡着了 月球进入地球的影子 但是仍然有红色的灰光绕过地球的边缘 染红了月球 形成了血月 平均每两年会发生一次的月全时 而有时候甚至会一年就发生两次 世界各地的网民纷纷把超级蓝色血月的照片 上载到了推特 这位网友Lin 她就分享了她的朋友所拍摄的照片 超级蓝色血月的形成过程一览无遗 另外从Lila Heart的照片上可以看到 血月和美国的自由女神像相应程序 真的是非常的唯美 还有这位网友Photo Geo她也捕捉了血月 出现在希腊首都雅典 伯特农神庙上空的画面 另外看到这位网友Hanna Nia 她的照片里耶路撒冷的圣木大教堂上空的血月 也一样的引人注目 这位网友Aunt Bee 在美国爱德河州的滑雪度假村度假的时候 同样也拿起了手机 把这个超级蓝色血月拍入了镜头里面 150年才发生一次的超级蓝色血月 下一次出现大概就是2168年了 这真的是一生只可能会看到一次 甚至有可能连一次都没有看到 如果你没有捕捉到这次的月亮器官的话 下一个值得注意的是 7月28号会出现的月全时和迷你月 还有还有12月13号呢 有一个双子座的流星雨 跟你另外一半一起去看 应该会非常的浪漫 可以带你老婆去 靳凯 你的青蛙儿子回家了吗 我刚才查了一下 他又抛下我了 去旅行了 去旅行了 我的青蛙儿子很乖 他刚回家带了日本土产给我 现在他在床上看书 非常勤劳 这么好 真羡慕你 因为刚才我看 他只带了一颗草莓回来 对 我也希望 让我的小青蛙可以快点回家 不知道观众朋友是不是也开始养起青蛙了呢 还是搞不懂我们在说什么 如果你没有养青蛙的话 现在就告诉你日本手机游戏 旅行青蛙到底是什么 玩家可以到屋外采三叶草 用来买食物和物品 青蛙出门旅行之前呢 帮他打包好行李 让他准备上路 青蛙有时待在家里 有时背起行囊出门旅行 何时出发 何时回家 都是他说了算 玩家呢 只能等他回家 旅行的时候 他也会寄一些明信片回来 旅行回来的时候呢 还会带土产回家 偶尔也会有他的朋友登门造访 这只说走就走 旅行时还会挂念家里的青蛙 最近就热爆了中国大陆和台湾 本地也开始流行起来 一些台湾的当红艺人 就是他的粉丝了 像是台湾女团SHE的成员Selina 就在面部上和网民分享 青蛙寄给他的第一张明信片 没错 另外台湾的当红乐团 五月天的主唱阿谢也开始养娃 他在天文上说 屋子空着 心也似乎空着 空着的心也许更适合等待 听起来就像歌词 而他的青蛙也已经流浪回来了 中国的网民更在微博上 晒养养娃的生活点滴 像这个网民他就贴出了生活照 说臭儿子还好意思回来吃饭 大爷上载了青蛙旅行的照片 从这张图片上看来 不像是著名的旅游景点 让他忍不住地说 看看你去的都是哪儿 他有点想要打这只青蛙 另外宁静雪则笑说 大乌龟到访 自己的小青蛙王子却不去打招呼 可能因为乌龟比青蛙大个子 感到害怕 是 没错 那他也和网友分享着 青蛙带回来的各种日本土产 哇 真的看起来好可爱 还有网友晒出了对比照 第一张你看到的就是 青蛙独自旅行的图片 而第二张图片则多了一个朋友 网友就搞笑地说 青蛙谈恋爱之后就变了 为了讨蝴蝶的欢喜 还单手倒立 真的是很逗趣可爱 旅行青蛙到底有多红呢 有日本媒体就报道 游戏开发商表示目前已经有1000万人下载了 而中国就占了95% 而且除了开采三叶草 买东西打包行李 玩家就只能守着空房子等青蛙回家 不是一般的刺激竞技类游戏 旅行青蛙竟然意外爆红 也引发了网络的热议 就有人认为呢 青蛙一个人旅行的孤单 让许多背井离乡的游子也感同身受 另外有好多的网友认为 养娃后天天惯恋着青蛙儿子究竟计时回家 这才能了解父母的养育之心 其实我看了很多面部上的朋友 在分享这些养娃的照片 让我去下载了这个游戏 但是玩了一两天过后 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好玩的 我觉得都没有不刺激 可能我刚刚才玩 还是觉得相当新鲜有趣 而且刚才我就收到青蛙儿子送我的比信片 我还不自觉地开心一下 让大家再看看一下我可爱的青蛙儿子吧 你知道新加坡一共是有几个岛屿组成的吗 包括本岛我国共有63个岛屿组成 除了污名岛军事训练基地的德光岛 你应该也听过圣约翰岛 圣约翰岛离新加坡南部大约6.5公里 从滨海南码头搭船20分钟就会到了 你去过那里吗 这一集的俯瞰时程 马上带你俯瞰圣约翰岛的岛屿风光 这一集的俯瞰时就会发生了 远离成宵的岛屿 是不是也给你一种 悠然宁静的感觉呢 幸运的话 还可以在圣约翰岛海域 看到海豚哦 是吗 我去过圣约翰岛耶 怎么都没看过 看海豚是要讲缘分的 可遇不可求 如果你要到圣约翰岛 去看看的话呢 你也可以沿着这条 圣约翰岛之旅的步道 沿途探索 这个步道呢 全长2.8公里 一路上就有15个资讯站 让你了解岛屿的历史 还有岛上的自然生态 另外岛上还有一个 姐妹岛海洋生态展示厅 展示厅外呢 有海洋生物观赏池 让你和海洋生物呢 可以近距离的接触 还可以看到著名的 动画海底总动员里面的 可爱小丑鱼哦 如果你一直想要到海底探险 却不敢潜水的话 你可以戴上这个虚拟实惊的 头套 探索海洋的奥秘 你知不知道 圣约翰岛在新加坡 历史上呢 有着特殊的意义 这里在殖民地的时期呢 曾经是传染病的检疫站 当时霍乱天花等传染病 十分的猖獗 为了防止外来的移民 把病毒带到新加坡 他们都被安排到 圣约翰岛隔离 等到过了传染病的潜伏期 才或登陆新加坡的本岛 1948年这里的部分设施 被用作关闭政治犯的拘留所 1955年则是被用作戒毒中心 一直到了1976年 才被改为休闲岛 不同年代的圣约翰岛 则着不一样的风光 不一样的故事 网民对这个地方的记忆 又是什么呢 各位网友呢 巧莲就说了 他记得上中二那年 是1976年 当年的体育老师呢 就带着他和同学 到岛上去露营 住在兵营市的长屋 晚上呢 又有比赛唱歌的回忆 让他印象深刻 另外看到了VCrew 他则说 幼儿园的时候 他要带孩子们到那里露营 是个很棒的地方 上约翰岛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猫比人多 是猫咪的天堂 爱猫人士 还为上约翰岛的猫人 设立面部专业 不时上传猫儿的影像 让大家看看 在岛上生活的猫咪 为什么圣约翰岛 有这么多只猫呢 一般人相信 是因为岛民搬迁过后 没有带走猫咪 而猫咪在岛上 继续了生活 繁衍后代 所以猫咪就变得 越来越多了 你是不是也很想到 圣约翰岛去走一走 感受岛屿的风光呢 如果你喜欢 自行探索的朋友的话 可以沿着圣约翰岛之旅的步道 边走边了解 岛上的生态 以及历史故事 如果你想要听导览员解说 你也可以报名参加 由国家公园局举办的导览团 导览团在每个月的 第一个星期天 举行每次几线45人参加 你可以到公园局的网站 了解更多的详情 今天节目也到了尾声 感谢您的收看 祝你周末愉快 欢迎浏览8频道 新闻及时事节目网站 以及《诗诚有约》面部 收看网络视频 《诗诚有约》 我们下星期一见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就会 给你打赏就会 让我们下星期一见 就会发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就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不打赏就会 出发 打赏就会 这些市场 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就会 вод达 转发 打赏就会 打赏就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就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